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首度同台 共同出席愿景台湾2030论坛 引发蓝白合作的猜想 党内媒体注意到 本次论坛安排刻意避嫌 不断大喝饮食 江启臣和柯文哲未占到一起 作为安排上也被分别安排就座 主持人则以市长和委员身份称呼二人 不提党主席 意图降低蓝白合作政党色彩 用柯文哲再定高自己的身量 我应该不需要吧 我们都是在议题上 可以跟最大多数人的合作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批评称 江启臣为拼党主席连任 拉白色进来打蓝色 还有人认为 这是柯文哲裂解蓝影的第一步 重要议题在党里面 没有任何基本的共识的情况之下 所以党的高层应该 用无私跟这样子 更谨慎的态度去处理 然后跟江启主席讲什么吗 午安吧 已经不吃饭了吗 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 受访时表示 国民党应该跟所有理念相同的政党 或政治团体结合 要柯文哲合作是正确的方向 但要经过党员的讨论与认同 才会成功 至于柯文哲是否是可以合作的对象 马英九称还没有仔细了解 有台湾学者评论指出 国民党采取蓝白合作策略 应该是力大于弊 一个接受久而共识 一个接受两岸加亲 蓝白即使不能合作 形成对抗反中战略伙伴关系 一起跟绿营对战 多一股力量又何乐而不为 国民党大数据调查显示 蓝白通台新闻曝光当天 国民党的网络声量 抬升到几乎与民进党 呈黄金交叉 从大数据趋势来看 目前没有出现蓝被白吃掉的情况 反而是柯文哲与民众党的 整体讨论度并未显著提升 而国民党接这个话题 拉抬声量 追凭与民进党间的差距 近日传说民进党1月内部民调 显示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 苏贞昌不满意度超过了满意度 出现了死亡交叉 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 近来动作频频 遭外界质疑 是为了参加2024大选 近日却传出 民进党1月内部民调数据显示 苏贞昌的不满意度达47.2% 超越满意度43.5% 不满意度超越满意度 出现死亡交叉 国民党副秘书长 台南市议员谢龙介24号爆料 这一民调是鹰派丢出来的 他认为不会让苏贞昌做到2022 是鹰派把苏贞昌不满意度 超过满意度的民调丢出来 因为苏贞昌可能要和郑文灿结盟 对于媒体公布 苏贞昌的民调已经出现死亡交叉 国民党民代讽刺称 这代表民众已经厌倦他的风格 综合台媒消息 24号台流星疫情指挥中心召开记者会 宣布自3月1日凌晨起 持有效拘留或获得特别许可的人士 包括大陆及港澳人士均可入境 好原机场也将于3月1日起 恢复转机服务 报道称会上强调 除以观光一般社会访问等 若无台湾居留证 可申请特别入境许可 其中陆港澳民众 若因人道考量及紧急处理 如奔桑探视重病亲属等情况 台民众的陆港澳配偶 即未成年子女等 经教育部门许可的学生 和卫福部门许可的医疗人员 均可申请入境台湾 近党当局进行安全团队人士改组 引发岛内舆论热议 有台媒分析称 本次人事调整 是蔡英文打造三个铁三角的 重要一步 不过很难令人有所期待 究竟本次人事改组有何目的 请收看本期还在两岸 台当局安全团队改组 换汤无换药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近日民进党当局 进行安全团队的人事交接 引发岛内诸多议论 有台媒分析称 这波人事调整 是蔡英文打造 所谓三个铁三角的重要一步 不过很难令人有所期待 究竟本次人事改组有何目的 纠战的话题 要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台湾政治大学的 兼任副教授赖岳谦先生 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 副研究员张华先生 李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红好 蓝教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我们通过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 民进党当局人事变动的 相关新闻报道 近日民进党当局 进行安全团队人事交接 其中原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 严德发转任安全会议咨询委员 接任者为安全部门负责人邱国正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转任安全部门负责人 他的职务则由前台法务部门负责人 邱太三接任 引发岛内诸多议论 由台媒分析称 这波人事调整是蔡英文打造 所谓三个铁三角的重要一步 不过此次安全团队改组 很难令人有所期待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 蔡英文对离岸关系 要有新认识和新做法 否则指换人难以扭转局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安全团队 请赖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安全团队的人事变动的 这几位接任者 他们的基本情况 针对这次蔡英文的 所谓安全团队 他号称所谓的铁三角 我们来为各位观众朋友 做一些简单的介绍跟分析 首先最没有争议的 应该是邱国正 也就是接防卫部门的负责人 原来的防卫部门的负责人 严德发 那么调去当安全会议的 资讯委员 这个工作是闲差 没有很重要的一个 实质上的意义 那因此我们觉得 他应该在那个地方 是过度的 如果说未来防卫研究院 的董事长出缺的话 很有可能 颜德发就会去接新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会把邱国正 原来这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来调去当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呢 这个最主要的是 邱国正他的争议最少 是因为他的学经历齐全 他曾经在六军团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北部军团担任司令 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很重要的 这是在过去长期以来 台湾的军方所形成的一个传统 也就是因为他是位数 北部地区的重要的责任 所以六军团的司令 他是重要的一个军职 邱国正担任过这个军职 也担任过这个防卫大学的校长 也担任过这个防卫部门的 副领导人邓 所以他本身在军队里面 有所谓的三光将军的一个称号 所谓的三光也就是头皮要光 皮鞋腰光 草皮腰光 这样的一个三光将军的称号 其实意思也就是说 他是至军比较严明的 因此邱国正来担任防卫部门的负责人 目前来讲在整个负面的评价是最少的 里面比较有争议一点的就是 陈明通原来的陆委会的主委 去调任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这个本身的这个争议就多了一点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安全部门 他基本上是由三个来源组成的 以军方为主力 也就是说以军事院校毕业的 这些军官为构成的主力 另外搭配警察大学毕业的警官 来作为他的另外一个组成 那第三种组成就是从民间的大学的毕业生 或是研究生里面来招考 那也就是这三种组成整个安全部门 因此以陈明通 他从来没有在相关的安全领域服务过 那他如何能够驾驭这个部门 大家就会再看了 所以我们一般估计 他在这个安全部门里面 要起的作用跟发挥会比较弱一点 另外一个部分 那当然就是陈明通调安全部门 接邱国正 那当然他的位置留下来就是邱泰山了 那邱泰山本身又是属于新潮流系的 他的人比较温和 常常笑脸待人 讲话也比较和气 所以很多人就对他有了很多的想象 但是不要忘了 邱泰山的角色跟扮演 并不是按照他个人的意愿 其实他是秉持蔡英文的意志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部门运作里面 我们会看到了最终的 还是要看蔡英文真正的意图在哪里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声音 岛内有一些相关的人士分析说 这一次民进党的改组是换汤不换药 那么换汤不换药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 岛内关于此次 蔡英文的该组他的团队 有很多的分析 大概有三种声音 第一种声音 说他是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进行的该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是由于拜登上台以后 拜登的对台政策 对华政策 叫特朗普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在新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 蔡英文需要调整他的人事 然后来适应新的格局 所以他要调整他的安全团队 是第一种分析的框架 第二种分析是说 是蔡英文在向我们中国大陆 释放善意 这种分析很奇怪 他的基本的理论点 在于说邱泰萨 他的身段非常非常的柔软 他是一个典型的政治 就是这种政客 政客相较于目前的 已经刚刚卸论的 台湾陆委会的主委陈平通 而言他的身段柔软 因为陈平通是一个学者 来担领官员 学者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那种 耿直的气质在 所以他的身段很柔软 就基于这一点 党内的很多分析是说 蔡英文在向我们大陆生活善意 我对这种看法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邱泰萨他本来是属于 民进党党内新潮流系 新潮流系在两岸观想是非常详尽的 我们看到包括他的现在已经不在岗位上的端一康 包括可能其他人士 他的两岸关系政策非常非常的强硬 并不是说会给我们大陆能够有一点点善意的 他之所以任用邱泰萨 一方面邱泰萨他是有两岸事务的经验 他曾经担任过台湾 几个大陆事务的负责责任 而且他也曾经来过我们大陆交流过 就是因为大陆事务相对比较了解 所以任用他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邱泰萨是蔡英文的人 第三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说蔡英文现在是换汤不换药 你哪怕换100个安全事务部的负责人 那也不可能解两岸的僵局 除非你成为九二共识 我们也看到我们国台办发言人 在回应台湾地区安全团队的更换的时候 也提出说九二共识仍然是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一个基石 除非你成为九二共识 要不然两岸关系很难有改善的空间 就岛内至少出现了这种 三种分析台湾安全团队 换人的一种声音 特别引起关注的应该就是陆委会 陆委会他是现在民进党当局 跟大陆可能会进行信息交换的一个窗口 所以说他到底是由一个什么样的人 来接任这个大家普遍关注 因为他关系着接下来的两岸关系走向 我们注意到接这个陆委会主委的是邱泰三 那么邱泰三之前在陈水扁时期 曾经在陆委会担任过负责人 所以我们到底是应该乐观评估 还是应该审慎评估 我个人是比较保留的 而且我认为有误导的嫌疑 原因在哪里 陆委会原本他应该扮演的 就是一个反冲的一个机构 也就是说在两岸的交流中 如果台湾这边出现的 比较紧张的局面的时候 陆委会应该要扮演缓冲的一个机制 也就是他要设法 让两岸之间能够畅通 来缓和台湾的紧张的一个局势 所以陆委会的设置跟角色跟功能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他不应该成为反对中国大陆的 一个马前卒急前锋 他应该是一个刹车匹的一个角色 这是设置的功能 这是第一步 第二个就是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两岸之间关系的紧张 是源自于蔡英文跟民进党当局 源自于他们对于台独的坚持 源自于他们对于台独道路的越走越深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 当邱泰山上来了以后 他讲了几句话 里面是很有嫌疾的 第一个他说 民进党政府 自始至终对大陆都是善意的 这是事实吗 这当然不是事实 所以他很肯定陈明通 很肯定之前民进党 对于大陆的所作所为 都是善意的 可是我们都知道都不是善意的 对大陆无限的攻击 无尽的侮辱 到今天为止 苏贞昌还坚持使用地名 来对于这个新冠病毒 蔡英文不也多次的使用地名吗 这些是善意的吗 疫情一爆发以后 就勒令台湾的口罩 可以给美国 可以给欧洲的国家 但是不可以给中国大陆 所以当他肯定说 过去都是对善意的 意思也就是说 过去做的是对的 他也会继续做下去吗 第二个 他的讲话里面 有第二个潜台词 他说 九二共识是因为中国大陆 加了后面的一些注解 例如说 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 可是九二共识的最大的精神 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 民进党认不认 买不买单 如果民进党说 好 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 以后请大陆不要再讲台独了 不要再讲反对台独 我们以后讲的就是 九二共识一个中国 如果民进党 邱泰山你敢这样说 那我就很清楚的知道 你的意向就是要对大陆 释出善意 可是如果你不敢这样说 你讲九二共识 然后你要求这个大陆说 九二共识 我们已经走不通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修改 然后你不要再讲反对台独了 那请问这是释出善意吗 这是在对内里面 要去处理台独的问题吗 有分析指出 当前是台湾向大陆 释出善意的最佳时机 究竟民进党当局 能否利用好这次机会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那么接下来 这三个铁三角将会干些什么 蔡英文打造这三个铁三角的 最终目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三个铁三角 所谓的三个铁三角是指的什么 就是在涉外 在安全和两岸议题上 他任用了三个主要的人士 来处理他的相关事务 在涉外事务上 他指的是他的办公室主任李大为 台湾的涉外部门负责人 吴钊燮和目前台湾的 参谋宗长黄鼠光 这指的这三个人 那两岸事务的铁三角 指的就是刚刚移开陆委会职务 然后出任台湾安全部门负责人的 陈明通 青少年的邱太三 以及台湾海集会的 理所长张志宏 这三个人 就指的这三个铁三角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所谓的铁三角 根本就不是什么铁三角 在我看来可能是泥三角 首先我们前面提到了 很有可能是有民进党党类的派系之争 包括是相互人之间的这种争斗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一次延德法为什么会离开 台湾的房屋部门负责人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跟台湾的涉外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二者关系是不合的 在去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 美国已经宣布对台军售了 台湾涉外部门也表示欢迎 可是台湾的房屋部门 完全被蒙在鼓里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本身是一个台湾房屋部门 处理一个事情 可是最终被台湾涉外部门抢了先 所以二者之间的不合是长期存在的 所以人事斗争一定是存在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层面 在此次的人事调整中 一个重点和关键 就是原来的陆委会诸委陈明通 出任了台湾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这一点在台湾岛内 很多人完全看不懂 台湾安全部门负责人 按惯例多少年以来 全是台湾的军事人员来出任 包括邱国正 就刚刚离开的邱国正 他也是台湾军事内部的人员 可是这一次 有一个学者来担任 台湾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很多人就讲说 你什么意思 蔡英文当然也找了一堆理由 可是那些理由都完全站不住脚 在我个人看来 这个蔡英文此招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说 是要把他的手伸到台湾安全部门系统里面 长期以来 台湾的社外部门 军事部门 安全部门都被岛内的绿营 台湾分子视为国民党的支持者 是国民党能够执守这天下的民进党的手伸不伸进去 包括过去四年 我们也看到民进党的蔡英文最多的动作是把手伸进了台湾军队内部 伸进了台湾社外部门内部 可是他的手一直没有伸到台湾安全部门内部 这一次透过让陈明通一个完全的局外人 然后来主导台湾的安全部门 目的又非常清楚 就是要把民进党的黑手也伸到台湾安全部门里面去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种分析 说现在是台湾当局向大陆发出善意信号的最佳时机 因为距离2022年台湾县市长的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说同与独的意识形态在岛内的羁绊 会相对来说比较小 而短期之内 拜登的似乎也不会表达对台湾有利的立场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之内 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来缓和两岸之间的关系 台美的这个分析基本上是错误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借力使力 怎么说呢 第一个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统独的意识 统独的意识之争 是民进党的操作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是他的一个筹码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您想想看 在2016年2016年 蔡英文刚刚上来 刚上来了以后 1617 他制造了一个未完成的答案卷 好像对大陆释出所谓的善意 要降低所谓的统独的争议 可是在2018年他的选举大败 也就是九合一的选举民进党大败的时候 19年他马上就操作统独的意识的攻击了 所以统独之争 统独的意识的矛盾 事实上是民进党操作的 是民进党扩大的 他不但在台湾内部里面制造统独的问题 他还涉入香港的港独的问题 他还制造台湾的仇中反中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工具 一个砝码 是民进党赖以生存的一个工具 因此哪有说民进党要利用明年的选举 还有一个空档 要把统独的意识 把统独的纷争把它消除呢 这方向就不对嘛 这分析就是一个误导嘛 但是问题就在于 民进党现在他的困境跟处境在哪里 拜登上来了 拜登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了 拜登已经着步的把他的力量 界定在经济领域这个部分 跟中国大陆的激烈竞争 实力上的竞争 也就是经济的科技的在跟大陆竞争 但是在对于中国大陆跟对台湾的问题上 他坚守一个中国原则 三国公报跟美国的所谓的台湾关系法 在这个框架里面 所以当蔡英文他要推台独 民进党要推台独 基本上来讲 拜登的政府是不可能答应 也不会接受的 也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对蔡英文来说的话 他如果要再操纵台独牌的话 一定会受到美国的压力 他打不下去了 打不下去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 他有意无意的 那台美有一些昏头的人就开始有一些分析 说哎呀这个统独意识 民进党要把它消除了 哎呀这个邱泰山是要化解两岸的紧张局势 不是 是因为在拜登政府里面台独没有出入 台独没有出入 他该怎么办 他如果要在2022年的选举 2024年的选举 他还能不能打统独牌 台独牌 能不能再操纵这样的一个矛盾跟冲突呢 大环境 只要拜登还在 大环境对民进党不利 所以他开始改选更张 但是 党纲写在那个地方 台独的党纲 这条道路 民进党还是会继续走下去 那目前人事任命已经结束了 蔡英文新的铁三角已经成立 那么这三个铁三角会给未来蔡英文在岛内的执政力 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支撑 这个新的三个铁三角的出现 会不会让两岸关系走向缓和出现新的契机 首先他这个 所谓的这三个铁三角 处理的都是这个涉外事务 两岸事务 包括安全事务 是涉及到台湾地区安全和发展的一些大的格局和框架的一些人事任命 这些人事任命可能会对蔡英文当局适应新的地区和国际安全环境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他的新的人事任命之后 包括调整之后 可能会接下来随之调整相关部门的政策 比如岛内有分析 就是说蔡英文可能有原来的连美抗中变成了亲美合中 就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接下来还要一步一步的看 那对岛内民进党或者蔡英文的权力会有何种影响呢 影响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些部门处理的都是涉外事务 跟台湾岛内的选举市场关系不是特别大 接下来我们要密切关注的是 蔡英文在岛内的施政跟台湾民众的反应二者之间是何种关系 就是目前民意党的很多执政并不为岛内的民众所满意 那接下来会不会引发着台湾岛内民意的反弹 可能这些更多的会决定民意党蔡英文在岛内权力的巩固状况 那至于说这几个人士的任命会对两岸关系造成何种影响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要持续的观察 因为现在仅仅是这几个人到位了 他们具体的接下来政策到底为何还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我们要持续的观察 在这儿我可以引用一下台湾岛内民众对此如何看待 在这个人士人命发布以后 岛内的有一个入口网站就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岛内多数的民众都不看好此次的人士人命 而且他们也不认为会对两岸关系是一个改善的气息 不认为两岸关系会有所改善的人数高达82% 也就是说岛内民众很清楚你这人士人命根本就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这一点岛内民众似乎也已经看透了 那对我们中国大陆而言我相信我们还会继续的坚持 我们年初召开的中央对财工作会议里面的精神 对吧 这个对岛内的台独如果搞分裂私利 搞这个台独活动 我们一定会坚持遏制和打击 我们从这一次蔡英文的人士改组可以看出蔡英文是想牢牢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而目前会不会只是一个开端呢 接下来蔡英文会不会把他的人马安置到各个体系和各个系统之内 来巩固他的执政权 也许目前只是一个开始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李红 张教授 观众朋友再见 谢谢 再见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再见